孙孟林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过节 但是在云林县的湖北这边却是有一户曾姓人家 因为家里头四口瓶病交迫竟然是寻短了 十一年多的曾姓男子呢 他在前天是用烧摊的方式先送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上路 而隔一天之后自己也寻短共赴皇权 现场拉起封锁线一群街坊邻居全聚集在曾家门口 谁也想不到向来平静的云林县湖北镇 竟会发生一家四口集体寻短的自我灭门案 37岁的曾姓男子因为长期失业加上父亲失明中风 弟弟又因为车祸重度残障无法工作 一家四口生计陷入困境 曾姓男子才会想不开在家里烧炭 让父母和弟弟中毒身亡 自己在亲身全家一起共赴皇权 他三天前的时候半年我就是起来就发现 就是有木炭的味道 什么外面白麻麻的 所以我就出来 那时候我想电灯什么 怎么那个因为从他们家出来 可是那时候是电灯开着电视开着 然后只是门关着 我想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可能是很冷 不然要去冷吧 住在隔壁的邻居说23号凌晨闻到曾家传出烧炭味 本想报警但应看到曾家一楼灯亮着 以为是自己多心 后来连续三天都没有看到曾家人进出 才通知曾姓男子的阿姨报警 死者阿姨赶到现场难过痛哭 怎么样也没办法接受事实 警方勘查后发现现场有厚厚的灰尘 没有外人乳侵迹象也没有发现遗书 平静的胡伟镇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自我灭门案 让邻居都相当震撼 中间新闻江戴景胡伟霆云林采访报道